老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错宝们的养花问题啊 那第一个花友呢发来的是一个字子花他说看看咋回事 下面发的芽都哭死了叶子也不健康 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水大缺光通风畅错宝 字子花呢是非常喜光的然后呢今天可能我们 会在同时发布一个字子花的一系列的一个教学视频啊 到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 下一个花友发来的是一个飞鱼一个这种竹鱼 这个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啊你现在就是 是需要换盆了因为盆比较小啊他营养供不上来 在一个呢咱们是在室内室内的话可能会稍微略微的有一点点干燥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就就是说 给咱们的一种感觉什么空气速度过干他叶子比较大他会拔干 像这种呢最早的他是在这种热带啊压热在那种地区他比较温润的一种环境 到了咱家里面一干燥一罩热再加上您的盆小营养也供不上 空气湿度也供不上他就这样子了 慢慢慢慢的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慢慢的就把自己给准死了 就说这个我家的幸福树为他一半死了一半没死还有补救吗 只那一根死了你把那一根用剪刀给他剪了吧剩下的两根活挺好的 还有一个呢我就跟华文无数次的说大家用这种高的磁盆养花的时候呢下面一定要做透水层 还有呢不建议大家买这种好几颗长到一块的你总有一颗出点出点意外尽量的一个盆里面去养一颗 买这种单杆如科的幸福树 其实跟那种价格差不了几块钱哈都差不多 那一根枯死的那个没救了你都剪了吧然后把其他的养好了就行了别的没啥了这下面这个问题呢是 昨天的花友然后追问了一下咱不问他这个多肉吗像个大萝卜一样是啥 然后呢那告诉咱们叫鹅房宫 像这种多肉型的你像 沙漠玫瑰啊 还有这种肉镜比较粗的这种多肉类型的一种东西呢咱们在养护的时候要注意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咱们在换盆换土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咱们盆土的一个素养不要去用过多的肥料 再一个呢 咱们换盆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颗粒度比较透的透气的 不要太过于这种让他闷根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呢我看到一些个嫩叶死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这个花肉用了肥现在能怎么办呢现在能怎么办 就是重新倒盆了只能重新倒盆速度入盆 然后当一盆重新的一个多肉一样去牵插的那种感觉 他能反应过来就反应过来他不能反应过来他就嫁喝西去了 然后呢现在冬天天气比较冷 是吧 可能是这个花肉家里边有地暖比较照热的原因这个也说不好 慢慢的让他缓一缓吧现在能做的就是重新牵插的那种感觉了 老花一请教一下我的月季小苗 前段时间得过双眉病站在这种叶子状态的后一阵能不能解答一下 就减就行了吧 这个像咱们这些个月季花这些个 都是记住一句话只要下面有芽点上面您就随便减 好吧该修剪的修剪修剪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我看您是成片的种植的这样通风会比较差 你要是说等到春天叶子长得更多的时候呢他还会再度的得类似的一个病 修剪修剪给他摆的稀疏一些 好吧留一些饱满的牙脸的重新长 下个臭包 生死花中间那个最高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是开过花以后要结种 好吧那是开过花以后要结种 其实那不建议大家养生死花的时候让他开花 会导致他本身的一个状态不好 别的没啥 他就这样 那一半一半的长生死花都这样 你要是见的多了你去基地里边参观一下 你就知道了 几万本生死花你会发现形态刻意这种很多 好了今天的养花问题呢就简单的回来这了 有的话说我不知道去哪参观 不知道去哪参观 也可以来我们棚里面啊 可以联系我们后餐好了 我是老花一养花最转移 下期再见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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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